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晏蓉老师 那么今天是一个1月26号 1月26号那么其实整个盘是符合晏蓉老师的预期 特别在昨天跟大家所预告的3228的经历 哇今天果然再度的飙涨 那当然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它是一个中小型股的氛围 那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我率先在这个地方提出不一样的看法 我认为台积电它要退了 台积电退之后呢 到底是中线退还是短线退 今天节目会说明 那另外呢 它退了之后 哪些中小型股即将粉末登场 今天节目当中会做一个分享 那其次呢 当红的优质标股的这个第二档股票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 下周它要登场咯 有兴趣的朋友们 请留言128加1 来跟上我们的行列哦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燕荣老师 那么燕荣从这个1月17号 在大盘的最低点的前一天的1月17号 领先预告了台股即将要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第二只脚或者是破底翻 目前看起来显然是一个破底翻的格局哦 那么预告之后呢 大涨了将近900点的空间 那甚至呢 在这一路的过程里面呢 燕荣老师率先市场 来预告挥达480块的这个 美金的这个买点 结果拉到628块 628块美元哦 那么在整个这个AI股的部分 都出现大飙涨了 那在这两天啊 我开始跟大家讲 我对AI股的挥达概念股有所谓的保留意见 结果今天啊 今天所有的AI股在这两天啊 整个都整理了 那现在还有什么机会 尤其燕荣老师认为 下礼拜 尤其下礼拜一哦 下礼拜一盘中就会有一个标股 全新的攻击机会 所以这次的机会 你一定要把握上车哦 那当然在谈到主轴之前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来跟大家结缘哦 如何结缘呢 好欢迎大家来跟燕荣老师做好朋友 透过LINEID搜寻 小老鼠小A178 或者是拿起手机 打开LINE当中的行动条码 那么来扫描我们的LINE 或者是Kairogram的QR Code 扫描之后呢 请记得给我一个通关密语 这个通关密语就是一张贴图 有贴图系统 就会发现你在这个 在我们的粉丝团里面 你所需要的大盘关键转折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的一些 底部的一个标股 那尤其呢 你会发现呢 燕荣老师在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节目 那么傍晚录影嘛 那你差不多七点钟 六七点你就看得到嘛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先加赞进来 有留贴图的 其实我在今天盘中的赞当中 我就会先告诉你 注意事项有哪些股票可以注意的 哪些股票不能追高的 我都会告诉你 所以请记得一定要加赞进来 你会比 节目影片呢领先一天 会领先的 知道高点或者是 各股的一个 特别要注意的哪些股票 我都会领先提醒 好那当然提醒大家哦 我们这个YouTube影片 是全新的频道哦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影片 然后呢订阅之后呢 要记得鼓励燕荣一定要按赞哦 让老板知道 燕荣老师是人气的分析师哦 那么一定要 请大家记得帮我按赞哦 那么有很多人在关注我 那这样老板的话呢 可能对燕荣老师哦 这个想法会比较不一样一点 好那另外的话呢 请大家记得分享 燕荣老师的这个LINEID给好朋友们 或者是分享我的影片给好朋友们 那如果你有订阅影片的人 请你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我想今天的话呢 燕荣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燕荣跟老板争取了好久 这个128的这个 这个创始会员的这个专案当中啊 那这个专案 它的一个福利是什么 我们要带给你的是什么 好首先我们有所谓的当冲 当然当冲的话呢 我想尽办法如果盘面有机会 我就帮你做 那在比如说 特别是我们的特色就是胜率很高 然后经常都只做一档 然后只做一档 那么幅度大约常常有4%到6%左右 当冲的一个价差哦 好所以你看康权 1月23号 那么我们所分享的当冲 哇当天拉6%上来 而且穿价哦远远的穿价哦 那你随便做个10张就4万了 那如果做个100张 哇就有40万 那所以你说你要赚红包 要赚年终奖金 你的抗讯当中 你的头顾老师一定要有 配备这个当冲的一个功能 好这是128专案 我跟大家分享的 好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的128专案当中 经常有一个所谓的周收割 或者是双周收割 那如果是周收割可能在15%左右 那如果是双周哥 经常哦双收割 经常双周收割的话 经常有20%到30%的空间 你看这个富士达 当时在1月6号 周报所做的分享哦 结果10天的时间 就拉了140几块上来 那当然今天是礼拜几呢 今天是礼拜五哦 哦又到了特殊的日子 就是要写周报啊 那燕隆老师呢 废情忘食啊 从礼拜五晚上的开心下 一直下个礼拜六一大早 可能五六点又要起床 写这个稿子啊 所以呢这个不是随便应付的啊 是很认真的 当作一件事情在做 所以为什么选的股票都那么飙 你看这个富士达 哇那么 所以呢今天是礼拜五了 那我们周报发放的顺序 是以你来留言 索取周报的时间顺序 来做一个发送 越早索取的越早发送 那怎么索取呢 加赖进来 然后留言周报加一 留下联络电话 09开头多少呢 要留一下哦 好那么没有留电话的 那这个通关密语系统 就不知道了 就没有办法跟你做一个联络 好包括具有也是一样 那么是我领先提醒 会员朋友买进的 买进之后两天就涨了40几块 那现在今天还创新高哦 你看一样 差不多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你看就会大幅度的拉抬 好那么这是128 这个专案 串指会员专案的一个福利哦 那还有什么呢 就像这种优质的股票 最优质的莫过于 台湾的龙头股票台积电 你看今年啊 三年零一个月 今天是一月份嘛 最近这三年零一个月 我操作四次 那当然最后一次的台积电 我已经收割了 我已经收割了 那四年合计是420块 420块 你做台积电啊 你报四年 那现在可能有三年 也配到现金殖利率嘛 可能复利之下也许 15%14%也不一定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跟我操作 我带你来回操作 除了现金殖利率你赚到之外呢 你还有420块的价差 你几乎要翻倍啊 是不是 这就是128专案 带给你所不一样的福利啊 是不是 你跟时间赛跑的 你不要看不及台积电这种股票 重点在操作 重点你要跟对老师 他愿意带你操作 他这个准度 能够带你操作 在哪里 在128专案当中 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跟我做好朋友 那么跟我做好朋友 怎么做好朋友 透过Line ID搜寻 刷QR控 然后加赖进来 给我一个贴图 这是通关密语 让系统知道你来了 那你要索取周报的人 当然更要加这个赖进来 好要记得哦 好我想今天大盘 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盘的部分哦 那么大盘的部分哦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走势 是一个开高上下震荡 是一个走低的格局哦 那事实上我从低档区 提醒到现在 已经涨了快900点的 那航行结束了吗 我觉得没有哦 我觉得可能在至少涨两个月 而且这个走法会大涨小回 那为什么等一下会讲 那今天主要的一个下礼拜要涨什么股票 这个才是重点啦 我认为台积电它会攻城身退 攻城身退 中小型股它会粉末登场 为什么这么看 首先来认证的是什么 为什么再涨两个月 因为过去这一段 主力成本线它拉高拉大距离的时候 代表后面会有翻一个整理之后再次翻红 整理之后再次翻红 整理之后再次翻红 一共几次 四次 那现在有这个现象吗 现在一样哦 主力成本线有没有都拉高了 代表什么 后面保守来讲可能两波到三波 那现在还在进行这一段 这样知道意思吗 这就是我跟大家谈到的 为什么两个月的原因 那另外的话呢 台积电为什么要攻城身退 好特别注意哦 台积电这个现象第二次拉到前高 我认为这个要攻城身退 你说老师 这个就叫攻城身退吗 有没有有机可循啊 好前一次是在 前一次是在去年的6月13号 6月13号那天 A指标数据拉到前高附近 整个股价在594 我那一天9点25分 我就发讯息了 收盘前拉到594附近 那么我代会员出在 相对高点区附近 那事实上 如果你还要再验证 这个是112年嘛 那你就看111年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1月17号 1月17号也是两次0.07 所以现在也是两次0.07哦 所以你要小心 好你要小心 我认为这个是 短线上的攻城身退 那中线有看坏吗 没有啦 你看现在短线 因为要充18000 就拉台积电嘛 那将来还可能充19000 充20000 都要靠台积电了 台积电 有这个肩膀可以扛吗 那就看中线的走势嘛 这是月线哦 月线的A指标数据 还是创高点的 所以我认为他绝对 担得起这个责 重责大任 但是短线上 他在工程身退 所以这个资金啊 大咖他资金他也会拿出来啊 那台积电工程身退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一些全职股 大型的股票 他也一样一样要退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护盘基金嘛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大咖嘛 好那大咖有 哦 护盘基金就最 是整个市场啊这个有牌的大咖嘛 那没有牌的大咖是谁 就我们自己来定义啦哦 就是所谓的主力嘛 好三大法人嘛 好甚至一些忠实户嘛 对不对 所以呢那如果你是 这个所谓的这个 的护盘基金的话 你要在哪里护盘 你是不是经常过去的经验 都是在半年线年线跌破 对不对 那这一次呢 这次只有到季线呢 所以你寄望这些人来帮你护盘嘛 没有啊 你大型股你要小心啊 你要小心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人保 人保 每次我在最高点告诉你的时候 你说我是神经病啊 怎么有可能有人去卖最高点 但是事实证明啊 上个次也是一样啊 最近这一次也是一样啊 就是A指标数据等同这个位置嘛 就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 那哪边才会护盘 将来A指标数据要回车到这里 可是他现在在这里啊 所以不要想太多 好这个空间不大 人保光保也是一样 好这个地方我当时也讲了 去年的七八月 这个AI概念股 大部分的高点都是我预告的 领先预告一样 有没有一跌45% 那最近的反弹你就看这一个嘛 那现在的话呢 现在将来也要到这里 也要到这里 大咖才要来货嘛 因为毕竟是纳税人的钱 不可能随便一个位置去买嘛 是不是 那你像这样是报下来是不是 赚利赔利息要赔价差 是不是 所以当换就要换 当换就要换 这个不能够马夫的 还有呢就是星星 你看这整个族群ABF载版 驾动率需求 驾动率低 需求不振你怎么调价 你反而要降价啊 你降价股价怎么可能会涨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全民买单的 这个地方早就应该跑 这个都有预告的 那现在在这个位置 一定要到这里才能够互盘 所以你报到类似像这种同俗群的啦 或是大型的股票啦 是不太可能在下礼拜的盘式来动的 所以呢这个地方啊真的是不容易啊 那如果你有此股 有疑问的也不止大型股啦 你可以加赖进来留言股名成本章数 这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课题 尤其你不想报股过年的 你这礼拜一定来找叶隆老师 叶隆老师来 想办法先帮你检查一遍 让你有充分的时间来做 整个应整个应变哦 好 那你看这些股票 早一点转到这里该多好 远泰电子值你看才几天的时间 不到一个礼拜拉25% 这叫什么 这叫大咖护盘的一个逻辑观念 好那么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叫什么 叫做主力三大法人 主力三大法人 K线的认证 有没有A指标的认证 包括你看这个经历科 经历科昨天我告诉你 我说主力成本线一旦翻红 他会攻击 对不对 那结果呢 结果今天真的翻红了 也攻击了 那你要验证的 你就错失很多机会 是不是那上次也一样哦 主力成本线一翻红 哇不得了 30% 30%就是100多块 10张就是100多万 是不是那包括这个叫巨有 也是一样领先的预告 领先的预告 包括你可以透过很多方式来找到 整个逻辑观念 包括在整个位阶上 在这天是这个8号 1月8号当天 整个A指标已经回撤前低了 好整个K线的创高 A指标数据的创高 这通通都叫认证 大咖在里面 这中小型股 就用这个方式来认证就可以 然后你就可以拥有这一段 好你可以有这一段 甚至你可以跟上谁呢 可以跟上元泰的速度这么快的 这一段 所以下礼拜一啊 你要选的股票就是这么选 就这么选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哦 怎么样的一个操作 好那么就是重点在这里 当然很多人说老师你有特异功能吗 不好意思我没有特异功能 但是我有强强联手 强强联手可以辨识什么 可以辨识大股东进货的位置 好主力三大法人进货的位置 还有他们怎么在哪里出货 好这个就是股东进货的位置 这是主力三大法人进货的位置 这个是大股东出货的位置 这个是主力三大法人出货的位置 那所以呢我不是有特异功能啊 我是有A指标啊 加上我拥有8位来自投信 资历10年以上经验的一个 非常专业的研究员 那你知道投信目前已经 整个基金的规模加起来 超过5兆以上 5兆以上那他是全市场最大咖啊 那这些研究员啊投信的研究员 出生的我的研究员啊 那么他们深谙这个所谓的一个 投信基金的一个运作之道啊 所以在强强联手之下 所以你看亚细我天天告诉你 傅京通我天天告诉你 因为强强联手我就非常有把握 所以你现在跟在我的身边 等同拥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所以你看亚细一样 那讲到亚细就是12月23号的周报啊 包括我今天周报啊 我要跟你分享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呢 他是划时代的一个巨线 你一定要来拿这个周报 好不拿真的会垂心肝会很可惜啊 就像当时12月23号我分享 我根据22号的资料 所做出来的12月23号的 礼拜六的分享你没有来拿 你就错过这一个月超过一倍的机会 好主要就是这个逻辑观念都一样 这叫大咖出手的一个现象 包括这个叫附近通也一样 大咖已经告诉你我来咯 然后呢在整个位阶上来看 大股东啊 大股东在这个地方认证了对不对 然后我就天天告诉你 就一路往上拉 所以呢强强联手之下 每天黑板上前五大最标的股票 透过我的A指标 跟我的 十位 八位十年之力的投信研究员 所选出来的股票 match完全吻合 完全一致 所以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重压 而且我们 相同的股票会连续的告诉你 因为强强联手 所以我们非常有把握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来跟上 错过了就可惜了 错过这样的抠讯 所以现在包括走程的部分也是我在关注的族群 主要逻辑关键在这里 然后其实我早就已经在这里提醒你了 在这里提醒你的 那果然拉上来 有没有 那包括信仅的部分也要追踪 那当然这个股票今天这样一个走法代表什么 代表他要透过一个过程里面是一个所谓低接的方式 那低接就是包括A指标的一个位置 包括在RSI的位置 这就是下一个机会点的位置 包括这个AI概念股的部分 AI概念股 在这一波当中真的非常经典 1月5号 1月8号 我说 灰达480美元附近 守住了他就要攻击 有没有 那一路上我就告诉你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他会加持台股的AI股 有没有 这果然一路拉上来 你回想一下你的头顾老师 还有台面上你每天在追踪我的老师 什么时候讲的 都在这里才讲 已经严重落后 燕隆老师十几天 你这一次严重落后 你将来永远帮我的会员台叫 是不是 那现在我要告诉你 我对灰达概念股 短线的股价走势 还记得吗 昨天告诉你 我说这个叫变盘线 指标值在高点 我说这个要小心 昨天虽然整个灰达是收红的 但是K线已经开始收黑了 有没有要小心 真的真的要小心 好所以你看 包括围影的部分 每一次提醒都大涨300块以上 那原始的点位在这里 就是这里大股东进货 那当然这个股票啊 你看你前两天啊 你这资金做转换 转到原态啦 转到这个巨油啦 转到金利科啦 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所以当资金的转换 像大型股啊 人保啊光宝啊 甚至像星星 IBF载板啊这些股票 大型股跟台积电转换的时候 你要转到哪里 你就是下礼拜转到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你看像围影也是一样 他不是大型股他为什么也回 因为A指标数据过前高的概念 他其实就要回的 当然这个我不看坏哦 你看数据还是有创高点的 好你要等一个下一个低点 下一个低点当然除了这里以外 这里也是一个关注的点 还有呢 音乐档的部分也是一样 他的数据是有创高的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下一个点是在这里 好那当然你这个是 可能还要在等 那你要不要等的 好不要等的 我准备好的股票了 好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一定要在下礼拜一跟着我做出手 当然包括这个旗鸿的部分哦 那么10月31号是在280附近 在会员买的 那一路拉了110块上来 那这个目前的位置哦 其实我当时就有预告了 我说拉上来啊 这里会震一下 所以你看这里是不是震了一下 没错吧 那我说下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震荡是在这里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两天 已经开始不涨了 因为完全命中 完全验证 是不是那当然这个股票啊 我觉得将来如果有机会 我还是会关注他 还是会关注他 包括这个点跟这个点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机会 好那么还有我们也会去注意 音效晶片 好因为A指标数据毕竟短线 包括这个K线都有突破的 那如果他能够回撤守住 好包括这个半导体的设备股 好这个A指标数据 都有创高的 那这个是我在这个区块 周报预告的 你会发现我跟你预告的时候 都在低点 低点那现在因为A指标数据 还有创高点 这个没有结束 这个没有结束 只是你不要去做追高 好那么包括这个检测设备 赤胜 这也一样A指标数据都有创高点 这个你不要去追高 但你等到这个位阶 它是一个机会点 所以呢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下礼拜一 今天是礼拜五嘛 下礼拜一大盘会有新一波的攻击 那这个新一波的攻击当中包括什么 包括你所看到的一些大型的股票 像台积电啦 好像这个光宝啦 人宝啦 还有像谁呢 像这个ABF载板不止星星嘛 那这些股票其实比较大型嘛 而且产业 比如说产业前景比较不好 不看好的ABF载板嘛 这些你都必须去做转换嘛 好去做转换 那转换过来的话呢 让你的资金进一步更有效率的一个运用 就在下礼拜一 新的股票要发动的时候呢 你要赶快火速的上车 火速的上车 那当然这些股票他的目标 你看到这里啊 好包括他会存在我的周报当中 就像上一次12月23的周报 跟你所做的一个预告 那我这一次周报 我一样要分享一档非常标的股票 涨不顶的股票 所以你一定要来索取我的周报 好他可能像这样子 也可能像这样子的一个走法 富精通 所以今天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包括我的创始会员的这个福利 你一定要拿到手 一定要拿到手 那创始会员的这个福利 我跟公司争取 我们推出第一季的班被计划班 那么征求创始会员 只要128 只要128 那这个128的这个活动的话呢 要注意哦 可能是随时随地 都要做一个这个结束 所以请大家把握 那当然128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当冲的部分 那么比如说你现在赚红包嘛 对不对那红包的话呢就是 要速度要快嘛 最好是当天close对不对 那康权是我在1月23号一天就6% 一天就6% 那我做当中一天大概就一档 一天大概就一档 那么应该说 斩钉截铁的说其实几乎都是一档 然后胜率非常高 经常在4%到6%左右 你在1月23号跟我做10张就4万块 100张就40万 那我常常会让你比如说你拿一半来当冲 或者你要全部当冲也可以 是不是那这些包括黄包年终奖金就是这样赚的 那128专案当中不管是所谓的一个周收割或者是双周收割 它的幅度可能就在15%到38左右 甚至像直优的股票像台积电有没有 3年的0一个月我们有4次的操作 那你报长线的你的现金殖利率可能14%15% 但是如果你跟着我来回做价差的人 你会发现啊 你可能可以在13-14年当中啊 可以多出一个资本额 你有500万的变1000万 1000万的变2000万 这是128专案当中对于像台积电这么优质的标股 我们用这个方式这是你的福利好不好 好那当然现在这一档叫当红优质标股的第二档 你务必要跟上 你务必要跟上 那么下礼拜的话呢就是要涨这一种 就是要涨这一种它的速度会非常快 那么整个基本面很棒 技术面在低档 技术面在低档 那所以大家请现在呢 就拨打这个2365的电话 或是加赖进来留言128加1 那如果有留电话的你的这个 这个成本 约会便宜5%到6% 也就是比别人多赚差不多 100万多赚6万 1000万多赚60万的意思 所以把握这个机会来跟上 好也欢迎大家来加我们赖 那么透过LINEID搜寻刷QR Code的方式 那记得我们通关密语 就是记得一定要留一个贴图 这样系统才知道你来了 那么不管是你要看到大盘的关键转折提醒 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其实我在今天盘中就已经先讲了 你就可以领先的应变 所以一定要记得加LINE进来 好那当然要参加我们会员同步操作的 记得留言128加1 留下联络方式 你会优先的得到 这个更便宜的一个机会 好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 也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品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